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呢 平常很多人经常到超商去吃 像是关东煮啦等等 很多超商的商品竟然在这一波事件当中也沦陷了 各大知名品牌陆续中招 便利商店被波及的部分 微服部公布的收购全统箱主流的名单当中 也出现了一铃这一间 专门制作的是关东煮酱料的厂商 他们的商品包括了素食店以及超商的关东煮酱包 同一时间全家便利超商也主动下架了 总共有12项有疑虑的产品 希望能够赶紧来清茶 一小包小包的酱料都是平常民众会在便利超商里面免费作取的沾酱 不少人是便利商店卖的关东煮 就是要沾一点才有味道 但现在竟然也传出这一包包生产酱料的厂商 也有进货到全统香猪油 在微服部公布的厂商名单中 逸林皆家专门制造酱料的厂商 总共进了135桶的香猪油 流向大部分是素食店超商的各类酱料 现在厂商也在清查自己的哪些商品 用到这一次的黑心搜水油 但风暴持续扩大也让消费者十分不安 现在就很难挑选了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可能要花折要重一点了 家里可以自己煮的话 我们就自己在家里就吃了 就是很多东西也不要吃一些加工的食品 然后外食就尽量比较少 另外全家也主动下架12款有疑虑的各项商品 包括盛香蒸 目前只看到瓜子类还留在架上 另外一些熟食饭面类也传出有问题 因此业者自行下架进行检测 记得中部综合报导